今天要示範的是噴槍底妝 那我們先幫模特兒上一下化妝水 均勻的塗抹全臉 接著我們來上主意 仰衣均勻之後,塗抹全臉 上完化妝水跟乳液之後 我們要進行的是噴槍的噴 開始彩妝 那我們先調適合它膚色的粉底液 那你可以用深淺不同的顏色混合在一起 好,之後我們先在紙上 先噴一下顏色 看一下是不是我們所需要的顏色 好,確定跟它的膚色相近之後 我們來進行 噴槍的彩繪,粉底 那先從額頭開始 好,記得噴眼皮的時候 要跟顧客講一下 將眼睛先閉上 好,再來噴臉頰的部位 之後再噴臉頰的側面 一開始進來 要從側邊進來 不然顧客會嚇到 好,半邊完成之後 再換另外一邊的額頭 好,眼皮的地方 提醒顧客先閉上眼睛 好,再來一樣是臉頰下方的位置 好,換臉頰側邊 好,一樣從側面 慢慢噴進來 慢慢噴進來 走均勻 好,再來看一下太陽穴的位置 稍微結合額頭跟臉頰 看一下太陽穴的位置 好,換左邊的太陽穴位置 好,現在請模特把眼睛張開 我們噴眼睛下方的位置 請他眼睛往上 那你稍微用一下化妝棉 或者是面紙遮一下 然後才開始噴 然後提醒他一下 好,一邊完成之後 我們再換右邊 一樣從外側 好,接著用鼻子 從中間 鼻翼中,一樣中間 然後再兩側 好,接著請模特稍微閉氣 我噴眼中的位置 好,稍微攪一回兩次 OK 好,完成了 好,粉底噴完了之後 我們要用蜜粉 幫忙做定妝的動作 好,一樣在全臉 薄薄的塗上一層 好,完成了 好,完成了蜜粉之後 噴香底妝就完成了 完成了 完成了 好,完成了 完成了 噴香底妝就完成了 好,完成了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